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轮 两两队几人 十位达人将分成五组 两两桌队厮杀 由现场的一百位媒体评审团投票 得票较高的达人将进入安全席 得票低的则会直接离开达人舞台 第二轮 媒体评审团投票 第一轮战时安全的五位达人中 得票前两位的将直接进入年度盛典 第三轮 观察员抉择 四位梦想观察员将从剩余的三位达人中 选择一位进入年度盛典 达人盛典冲刺业 二十位达人争夺六个名额 这不是冲刺 是冲锋 今晚是十进三的第一场 我们先来看看哪十位达人率先站在了起跑线上 暗调不精彩 欢乐搞起来 999全系列家庭用药要您共赏威武器达人秀 家庭用药达人999支持每一位达人的梦想 本期精彩即将揭晓 广告很短 千万不要走开 达人盛典冲刺业 二十位达人争夺六个名额 这不是冲刺 是冲锋 今晚是十进三的第一场 我们先来看看哪十位达人率先站在了起跑线上 郑自强生活中的硬汉 用一双铁壁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看完他第一次表演节目的时候 我挺难想象他后面的杀手锦是什么 烧酒机这个组合一定是色香味俱全 到底零不零了 全场嗨了 就说明他们的表演 秀色可参 他们在舞台上那种热情那种自信那种青春活力 他今天拿出200%来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机会 郑永苍来自台湾的扯灵达人 可以看他的手法 你也可以看他的想法 郑永苍主要是个人的表演非常精神 所以他的优点是在这种 缺点也是在我这种想法 会不会有所谓的迫务 流星高龄 杂技情侣 舞台抗力 高难度爱情 切勿模仿 他们东西出自他们内心 内心需要特别强大的自信来支撑 所以我希望他们今天一定要自信 天才与怪才混搭 屌丝和男神乱顿 这些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我们直到现在 还没有摸到地方 他们充满了 游戏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是街舞的精髓所在 其实我很看好他们 月动青春 同样是绳子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玩法 一堆人有一堆人的玩法 他们的劣势其实也是他们这个技术 就除了技术你还能拿给我们什么 独舞团是令我们骄傲的东方不败 达人秀的舞台 谁遇到他们 那都是一场遭遇战 他已经算是一个具有职业水水的表演了 我希望能看到惊喜 澎湃创响 一上台那是战刀玉宝剑火光加闪电 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用这一两周时间 能拿出一个还让我们更加觉得棒的技 沈冠雄 菜市场的管理员 用美声唱我的态度 爱音乐的人 内心永远是温暖 一个素人的歌唱家 我觉得就是他的声音和他的气势 他走位能不能压住全场 这点是蛮重要的 经过上周达人终极考核业 有两个待定达人 刘教授和林独新 也双双进入达人圣典冲丝业 绝地逢生 今晚林独新将率先登场 希望他们在这一轮都能有更好的表现 今晚十位血肉丰满的达人 就要争夺达人圣典的三个席位 不看到最后一刻 您的心能放下吗 三 二 一 艰难的抉择开始了 欢迎你来到斯特拉野地 中国打人秀第五季本节目 由斯特拉汽车高性能纯正德系SUV 野体野地独家报名播出 由有丝色更丝色思念与唱员联合赞助呈现 感谢节目指定产品赞助 这张三星电子的大力支持 三星电子为达人点亮梦想 创造无限可能 让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我们的四位梦想观察员 登陆独家视频战略合作伙伴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和发续 手机下载微视 关注八秒达人秀 扫描屏幕下方的微信二维码 支持你喜欢的选手 人气最高的选手将直通 我们的达人盛典 手机登陆新浪微博 发表中国达人秀 参与节目互动 关注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获取节目最新动态 百度搜索中国达人秀 了解更多节目精彩精心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真正的冲刺阶段了 我们分成五组 首先第一组 郑永苍对阵月动青春组合 这次我最想要PK的是月动青春 我们跳绳跟扯铃都是民俗技艺 所以我们想用民俗技艺 一直在高下 刚才我在很多那个 选手里面也观察到了 有一个是走空族的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跟他奋断一度 就我们是一个team 他是一个人 我们随时都可以应对他的挑战 虽然他们拿过国际比赛的第二名 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学生 但是我一定要我的可爱 征服评审 看一看嘛 是他扯的胸 还是我们跳的门 公布小胞 加油 首先上场的是来自台湾的 扯铃达人郑永苍 请看大屏幕 我叫郑永苍 我的扯铃的梦想是这样开始的 在国小的时候 每一个同学都要表演一项才艺 我到底要表演什么啊 刚好看到哥哥在扯铃 看起来好好玩哦 所以我想跟哥哥学了几招 到学校去表演 每个同学都说我好厉害哦 所以从那天开始 扯铃就陪伴了我六年 这个地方就是他平常训练扯铃的地方 他在练扯铃的时候 往往会把我们家的架子啊 箱子啊 电灯啊打破 哦 真是可以入围达人充次业 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妈妈还特别为我煮了好吃的挂包 我们也不靠他以扯铃当明星 只要他快乐 我们就无恶无恶支持他 希望他可以百分之百成功 永苍 加油 永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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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人 孙子姨 永苍 来啦 rifle 转发射限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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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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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n island in the room You're a part of pain You can be a work of art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Cause everybody is so spicy Your mind comes fast as lightning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Your life is you're riding Your life is you're riding 孫永昌 你今天好棒喔 真的 從你一開始的包裝 你把自己弄成功夫熊貓 然後你也知道自己圓嘟嘟的很可愛 你把這些元素統統用上了 而且你在專業方面你扯鈴的技術 嘆為觀止耶 而且你好穩好穩喔 特別棒 永昌海選的時候看到你那麼好的齒鈴技術呢 我就想哎呀 這個永昌啊什麼都好 就是胖了點 今天你畫上兩個熊貓眼弄個小鼻子 扮成功夫熊貓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你這個胖是有目的的 那個趙薇姐姐她也是胖胖的 也是很人喜愛的呢 然後她說這樣 你表演到現在 你最想感謝的人是誰 我最想要感謝的是我的爸爸 因為我扯鈴扯了六年 我的不管比賽啊表演 爸爸都會陪在我身邊 然後練習的時候也是 爸爸就是空出他工作的時間 都來陪我 我真的特別地感謝爸爸 如果爸爸沒有這樣一路支持我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走到現在 下回說爸爸的時候 我教你一個東北的一個人 你可以說最想感謝誰 我最想要感謝的是我爹 記住了學會 爹我愛你 很顯然愛你的不只是你爹 所有的觀眾都愛你 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熊貓 但是我們真的這輩子都沒看到過 出這麼多汗的熊貓 掌聲送給勤奮的熊貓 鄭永倉 祝你好運 那接下來和鄭永倉對抗的 他這麼調皮我得提醒他 鄭永倉你千萬不要用手磨臉 要不然的話你就不是熊貓 就是李逵了 和我們永倉對陣的是一個組合 我們說生命在於運動 達人就在於躍動 讓我們有請躍動青春組合 我們是來自上海區域學院的 躍動青春組合 目前在國內還沒有從事 專門的跳繩隊 我們堅持推廣跳繩這項運動 已經有10年了 為了今天的表演 我們今天在學校排練 就是要把最好的狀態 留在今晚 躍動精彩 精彩躍動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把中國的這種傳統跳繩 走向世界 讓他們真正的了解到 中國的跳繩 無論對手是誰 我們相信一定可以戰勝他 進入下一輪 我們在學校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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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 постоянно 都 Records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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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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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为什么 好像这是我主持单身到现在见过的最自信的一个组合 自己给自己摁插的 友鹏 我觉得基本上狭不掩鱼啊 就是你们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比较俏皮的一些小设计 让大家很轻松很有趣 有没有想过 万一进不到下一轮 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 通过达文秀的这个舞台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了解花式跳绳这个项目 我们 参加过世界比赛也拿过亚军 但是在国内并没有人 认识我们也了解到花式跳绳这个项目 其实这个最早是起源于我们中国 但是在现在在世界上发展的特别好 所以我们希望能走出去 学习别人的长处 谢谢 特别希望你们成功 那究竟是月动青春组合 还是我们刚才的郑永苍更有机会呢 掌声有请我们的功夫熊猫 郑永苍 现在你的每一句话 对我们的媒体评审都非常关键 有什么要说的 我相信大家都不知道熊猫会功夫 然后也不知道我会扯铃 但是我想要当扯铃界的功夫熊猫 如果我进入了年度盛典 我一定会把最好的表演带给大家 保护熊猫支持郑永苍 月动青春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也是对我的两位队友 这位的谢长蕾还有妈咪 因为我们已经是大四了 马上就要命令的毕业 我真的很希望 通过我们三个努力 把我们最完美 也是最后一次的表演节目 呈现在达恩秀 总冠军的舞台上面 我们的一百位媒体精神团 你们有六十秒的决定时间 一号 郑永苍 二号 月动青春 请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显示 掌声送给郑永苍 谢谢 恭喜你 对于五抢三 我相信那三个其中一个一定是我 我一定可以进入总决赛 我们不知道月动青春 还能够在一起有多久 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实现 你们的那个目标 获得一次世界冠军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在这个跳绳的项目里面 我们做到最好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了解花式跳绳 虽然我们没有在达恩秀的舞台上面 得到总冠军年度达人 但是我们会做永远的 永远的我们自己的冠军 加油 加油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月动青春 其实这只是一次考验 我想要后面的 如果我们坚持下去 后面的会越来越多 如果这点小的错证 我们都坚持不下去 我们还怎么去拿世界冠军 一 二 三 月动青彩 青彩月动 耶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第二组的达人对抗 第二组 烧酒机 对阵流星高龄 第二组的第一个表演 大家既可以欣赏台上的舞蹈 也可以欣赏台下刘夜的表情 都有戏 烧酒机 请看大屏幕 哈囉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台南的烧酒机 曾经有人说我们是胖胖的 丑小鸭 因为舞蹈 我们走到了同一个社团 因为跳舞 让我们慢慢有自信 所以我们身材也慢慢地变好 再有没有说我们是丑小鸭了 这个空地是我们竹梦的地方 虽然我们时间很难凑在一起 但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说过 就不管我们未来在哪里在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跳舞 一起跳到最大最华丽的舞台 1,2,3,4 1,2,3,4 3,4,1,4,1ák5,3,1,0 4,1,4,2,3,1 1,5,3,5,1,0 第一个名上 好像很有技術含量 1,2,3,4 刘烨喜欢这样的表演吗 哎呀 刚才开始看大屏幕的时候 因为镜头推的特写 看到好几个姑娘脸上有痘痘 我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从你们一出场 我发现这遗憾根本就不要考虑 因为你们天生就属于舞台的 你们在舞台上的魅力太大了 就算你们不用脱衣服这样的大招 一样非常性感 我觉得你们的这次表演和上次一样 活力四射 而且你们的创意非常好 我喜欢 谢谢 有朋友 我要说我心里面真正的感受 我觉得舞蹈编排非常好 你用了很多性感的元素 包括用了枪 用了绳索 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挑逗的 可是你们的脸上因为紧张 没有上次那种毫无束缚的野性了 你们脸上表情有点缺 我觉得有点可惜 上次比较野对我来说 谢谢 进入到达人冲刺你们最想感谢的是谁 我们的团长 这位 因为其实我们的剪接音乐 还有我们的舞蹈 包括我们七个人 我们有不一样的工作 相对的我们排练的时间 其实都不一样 那其实我知道她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是素人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能够在华人面前呈现出 我们这个女子团体是非常非常棒的 你们别哭 你们哭我都想哭了 如果啊 因为任何事情都两面 今天的选手都很强 如果离开这个舞台 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这里我们学习 我们得到了很多掌声 很多鼓励 我们虽然在练习过程中有争执 但是其实渐渐的我们 其实真的感情越来越好这样子 所以这舞台对我们来说 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想要继续感下去 我相信你们 自信是由内而外的 就算两下有痘痘 但是也掩盖不住你们的性感 不要哭 你们一哭我也想哭 就这样 谢谢我们的烧酒机 也非常感谢烧酒机在这个舞台上 通过你们的性感和靓丽的青春 征服了我们的一位梦想观察员 叫刘烨 再次感谢你们的精彩表现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待会儿要和烧酒机对阵的 是一对杂技情侣 上次他们表演的是肩上芭蕾 有人说他们的才艺很好 我觉得他们才艺的含义更好 男人觉得把女人捧在了手心里 女人觉得把男人踩在了脚底下 刘欣 高龄 请看大屏幕 我叫刘欣 今年21岁 我叫嘎琳 今年25岁 刘欣 他这个人特别爱吃 就像个吃货似的 高龄吧 这个人比较轻快 然后都是山东人也比较豪爽 其实他们私底下训练真的挺辛苦的 每天都在训练 所以这次的半折赛 我们排了一个更加精彩的舞蹈 我们以前没有练过 是新练的 所以要抓紧很多时间 高龄的手腕实际上是更加严重 来参加达人秀 你们两个的梦想是什么 因为在团里嘛 我们如果一个月没有演出 只拿工资的话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还不到三千块钱 我们想通过达人秀这个大舞台 想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 挣更多的钱 早日 刘欣为了这个节目 说了很多 为了刘欣 我也不能失败 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达人秀是我们要把握住的一次机会 我们想在达人秀的舞台上 走得更远 刘欣 刘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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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意吗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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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